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4月14日 星期四 這一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篇笑話 這篇笑話 我覺得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可笑的 而是 大陸人 普遍是這麼想的 因為他們受了共產黨的洗腦 他們現在 還有很多人 以為烏克蘭 是很慘的就快要亡國 而俄羅斯正在贏 他們是被洗腦洗腦的 當然海外也有一班人 也是這樣說 包括台灣 很多台灣的藍絲 台灣的文宣很恐怖 你也說了你去看一下 走過去71 Family Mark 看看那些報紙 也說了那時候選舉 你以為 泰國瑜大勝 已經贏了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討論什麼政策推出 怎樣去炮仔的空心賽 俄羅斯是故意吵了兩份報紙 要拿去辯視 俄羅斯侵犯烏克蘭而遭到國際社會制裁譴責 在北京不斷為俄羅斯護航幫康之下 反美挺俄成為另類中國外國運動 擁有26萬粉絲的中國微博博主義叫做《將聲響起來》 在9日寫了一篇文章 《讓攻烏克蘭騎襲美國本土》 這篇文章是建議俄軍升西激東 趁機騎襲阿拉斯加 不過就被中國網友笑他 要他忘記吃藥了 文章提到 俄軍應該在西部對烏克蘭讓攻 將重兵集結在東部 整個莫斯科被北伐也有份啊 《利用俄軍士兵內高沿韓的特點 橫渡白令海峽 騎襲阿拉斯加》 你打算要走過去嗎 怎麼過呢 是不是真的太多幻想了 他以為俄軍可以走過去 走過去很闊的 多少個月了 你現在 當作是冰河時期 我記得我看過一篇文章 稍後可以拿出來和大家一起笑 我先讀一下 騎襲阿拉斯加以此為反美基地 一舉拿下風圓遼闊的加拿大 直至威脅美國本土 哇厲害 到那時 如見萬里燕陳青 北約瓦解 得二日反 高一擊 為什麼北約會瓦解的呢 你走過去阿拉斯加 為什麼會瓦解的呢 他們的思維很跳躍啊 為什麼得二日會反過一擊呢 日本跟你們站在一起的呢 他們真是傻的 他還當自己是軸心國一部分 得二日加上蘇聯和中國 就覺得是軸心五國了 你傻了啦 雖然德國也是混蛋 但意大利現在不是那個政府了 為什麼你覺得踏足了美國本土 跟著美國就會瓦解呢 其實你已經有大量的共匪踏足美國本土了 你們的第五中隊發揮了戰鬥力沒有 結果 在那裏就在那裏 唱卡拉OK 跳舞 以及在那裏吸毒 吃丸仔平投 我們繼續讀下去 俄軍直到華盛頓輕而異舉 網友提出這個打法大膽新奇 出其不義 也許真真的會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出人意料的效果就是 受到大量內地網民圍攻 該文章稱 美國立國246年 天天打別人 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會攻擊美國本土 好像之前看過那套 電影說北韓是侵略美國的 拿了美國那些最先進的武器 然後統治了美國 然後美國下面的人就反抗 組成一些游擊隊 很好笑 正因為美國人想不到 北約想不到 全世界是你最棒的 美國想不到 北約也想不到 其實我一會告訴你 有個國家想過了 我先回答 財會攻其不備 打出新天地 對此 許多中國網友傻眼表示 毛子烏克蘭都打不過 還要去挑戰美國 終於知道什麼樣的人意淫了 癡人說夢 沒老子在上沙東西 忘了吃藥吧 最主要是忘了吃藥 因為被遺風 去不到醫院覆診 所以發作 精神科藥物沒得吃 沒辦法鎮靜他 所以會有很多跳躍的思想想出來 台灣網友就留言 譏諷 建議習大大出兵 外興安嶺海參威 完成民族復興 還得人意反歌一擊 誰年代的春秋大夢 異戰思維嘛 你以戰思維 所以我告訴你 你這個策略 日本已經做過了 大日本帝國已經做過了 大日本帝國 差不多是 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入侵美國本土的國家 唯一一個 現在打開地圖 白令海 下面有一堆島 其實日本 在打二次大戰的時候 在那裏有駐過軍 是有打過過去美國的本土裏 這堆是嗎 這堆是屬於美國的 這堆是屬於美國的 然後 中國真的在推自己的老爸 進火下那個不是老爸 乾爹 娥爹 推娥爹進火下 打下去 娥就滅了 還有人分享美國空軍日前 在阿拉斯加展現42架 F-35戰機 大象萬步的壯城軍用 直呼 阿拉斯加有超大美軍空軍基地 不時不時有人不知道 其實這傢伙是傻傻的 我覺得他看了一篇文章 叫做恩地安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他說 周文王 起兵 武王佛咒的時候 當時的恩傷 有十萬大軍 不知道在哪裏 有人就作出來說 原來去了美國 就橫渡了 白令海峽 去了美國 所以 印第安 他就寫了印第安 印第安 不知道怎麼也讀了 他就把恩傷的恩 說了印第安 不是印第安 我聽你說過 幾年前 就說這些是恩傷的遺物 去到美國變成印第安人 完全是夠說的 因為 我們看看這個人類學家的估計 當時是有 西伯利亞的愛斯基摩人 其實可能是屬於當地的蒙古種 從百力海峽走過去 阿拉斯加再到美洲 有些印第安人 或者是紅番 是有亞洲裔的血統 可能是有的 當然 他說回這些 是一萬年前 這個時間是不對的 一萬年前就可以 現在美軍 是有戰機的 美軍是有槍的 你用不著這麼複雜 你直接快點小分紅蓋入侵 你可以在華盛頓出現 華盛頓也有很多五毛 你直接在那裏反攻 出其不意在華盛頓出現 其實你不用 乘飛機也是在阿拉斯加的 最終也是在美國 所以這些弱智的人 說起來完全是 跟中共要武統台灣一樣 說到台灣沒有軍隊 沒有海軍 沒有空軍 任他們來 就是單方面而已 任打 任砌 其實台灣也挺有信心的 台灣現在 信心是增加了 因為烏克蘭一直以來就是被大外宣影響 一直以來就是被大外宣影響 一直令到他們的軍心 再加上一些台姦 馬英九那些 三軍總司令跟他們說 一打就輸 這樣也說得出來 應該把他丟到台海 其實馬英九 剛剛烏克蘭拘捕了一個烏姦 普京是好朋友 應該把馬英九拘捕 然後 然後 就抓他在台北街頭遊街市 還被人扔蕃茄 好像以前古代那樣 找他的籠 應該把他綁在那個防空導彈 應該不會死 但你說到你會死 你會在那裏行刑 負責防守 防空導彈 因為他們說到 中國大陸一進攻 就會把你那些防空導彈的基地全部移平 他們說得那麼厲害 就會把你綁在那裏 看看可不可以 到最後其實會救回去 根本就沒事 完全都射不到你 又或者可以這樣 把他們綁在那裏風乾 好像那些 好像人家曬蠟尾 我一綁馬英九想壓F16 應該的F16 應該的F16是不會被擊落的 水尾也不用死 其實不用綁他 我覺得他把繩子拉著 帶他飛進去就可以了 帶他傲遊天空 台灣是不行的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不要這樣做的 又要多謝出宮的朋友 這位叫做姚Patrick 拜拜